蘿莉塔其實 在大學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她戰鬥力是足的 但是她常常以一種 就來自地獄的那個瘋狂女子 然後妳們都要氣死這樣 那我其實就會希望看到 她畢竟是一個研究生畢業 我覺得她一定很有內涵 她能不能冷靜的 先把她的內涵輸出 評審帳 妳是不是頭髮壞了了吧 蘿莉塔 一 妮萱 過去我在啦啦隊 是用肢體來征服大家 那現在面對說話呢 雖然有時候我有點像外星人 但是我同時也是一張白紙 有無限的可能 妳想要選擇的題目是 我選擇的題目是 當然是不應該啊 你看什麼叫做賣肉 賣肉呢就是用自己的身體 去換取不管是金錢還是名氣 比如說拍A片 比如說拍全裸寫真 甚至是一些檯面下 大家看不到那些出賣肉體 出賣靈魂不乾不淨的事情 那請問 爆狂有這麼多方式 為什麼你一定要選擇一種 會讓社會鋼管 社會觀感 社會鋼管 觀感 觀感 社會觀感不佳的方式呢 對不對 好 那剛剛提到了賣肉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我們的道德觀 還有社會觀感都不好 那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 你能想像 這個社會風氣會變成什麼樣嗎 可能以後小孩呢 在作文上面 我的志願已經不會再是 我以後要當個醫生 我以後要當個老師 他們可能會說 我要當個百萬網紅 而且 我不會穿衣服喔 這樣合理嗎 社會風氣就會變成這樣 對年輕人的影響也不會是好的 好 再來我們來討論什麼叫做爆紅 爆紅呢 就是在很短的時間內 獲取了極大的知名度 關注度 討論度等等 事情就是一體兩面嘛 你可以一系爆紅 你當然也可以一夜沒落啊 那你爆紅完你只剩下什麼 你只剩下肉 沒有人會記得 你還有什麼樣的才華跟才能 好 最後一點 我們人類的文明 從以前發展到現在 我們從穿衣 不穿衣服到現在會穿衣服 我們不僅還要穿衣服呢 我們還要穿得漂亮 穿得好看 還要搭配化妝 搭配配件 結果你為什麼要把它脫光光了 請問你是原始人嗎 那要不要乾脆去鑄山洞算了 所以我們還是把衣服穿上吧 謝謝大家 來 跟我唸一遍 觀感 觀感 不小心 要不要再唸一下 南港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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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館 館 這一集節目留言很多都會寫在 社會鋼管 沒關係 謝謝妮媗 謝謝 接下來歡迎下一位變手 歡迎蘿莉塔 大家平常對我的印象呢 就覺得我就是一個通告藝人啊 然後就是幹狗龍啊 老師在節目上亂講話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節目 學會如何好好說話 男女之間到底有沒有純友誼 我的答案是 絕對有的 但這個問題呢 我想要分成兩個面向 分別是 因為老實說我們現在新時代 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生理是男性沒有錯 但是他的心理卻是女性 也就是我們的同志朋友 那我自己身邊 有非常多的同志朋友 我跟他們當然是純友誼啊 那比較會有爭議的就是 生理男性 同時心理也是男性的 那跟這些直男 到底有沒有純友誼呢 我的答案也是 絕對是有的 在什麼前提下 但是我所謂的醜 並不是說 你要長得眼歪嘴斜 大家看到鐘樓怪人 就臥好醜的那種醜 而是在他的心目中 你就是醜的 以我來說好了 我真的有不少個 蠻要好的異性朋友 那我為什麼可以跟他們 保持這麼純的友誼關係呢 我講一下我這幾個異性朋友 共同點好了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交往過的歷任女朋友 全部都是大奶妹 每一個都F罩杯以上 我問過他們 他們說 他們覺得 E B1罩杯 只是平均值 A B C罩杯 垃圾 那你們知道我平常胸部的尺寸嗎 大家都知道女性的胸部 是在生理期的時候 會稍微比較長一些 那我呢 在生理期的時候稍微長一些 再加上前一天吃麻辣鍋 再加水腫起來 你知道最大撞到哪裡嗎 B甲 只能撞到大B而已 所以我被他們分在垃圾那一區 絕對是純友誼啦 因此我認為男女之間 百分之百有純友誼 謝謝 謝謝蘿莉塔兩分鐘的論述 來 這一題我們請教德哥 身為一個男同志 我想先澄清一下 男同性戀是 喜歡男生的男生 不是喜歡男生的心理女性 如果他是生理男 心理女 那個是跨性別 所以這個是不大一樣的 因為蘿莉塔 你踩的敏感的議題比較多 不管是同志議題 或者是後面那個醜 他其實當然很有效果 可是非常危險 因為你很容易被解釋成 對 所以醜的 我才要跟他純友誼 你後面要怎麼去處理 這種可能的風險 可能要多做準備 好 謝謝德哥 也謝謝蘿莉塔 謝謝 我選陳芳宇吧 雖然我跟豪平很熟 可是在戲劇的場域裡面 我已經把豪平電報了 我不想在辯論節目 再電報他一次 我還是比較想跟豪平 因為第一個跟豪平熟悉 我們常常做節目有碰到 比較熟悉 那芳宇這邊比較不熟悉 他也不知道我們的強或弱 我們的每個人的戰力 我其實比較想要跟Kimberly 就有一種女生對戰 臭男生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其他的男生 一定會給出一種 就是很大男主義的東西 我想要一起反抗 我最害怕就是凱莉 其實我覺得她今天 在這個節目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壓力 因為如果她當敵人 我很怕對到她 那當隊友的時候 我又怕她不聽我的話 所以我覺得凱莉是比Kimberly 還要讓我有壓力的一個存在 經過我們四位專業評審的討論之後 我們替大家打了分數 同時也分了隊伍 希望是兩隊的這個勢均力敵 實力相當 莫宰陽的原因非常明顯 就是他就是 落外一半就在那邊睡覺 那我們就覺得他戰鬥力不足 而且好像怎麼不夠尊重 包括尊重團隊尊重節目 那霓瑄也是一開始口齒不清 覺得她沒有邏輯可言 那蘿莉塔其實 在大學生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她戰鬥力是足的 但是她常常以一種 就來自地獄的那個瘋狂女子 然後你們的氣勢這樣 那我其實就會希望看到 她畢竟是一個研究生畢業 我覺得她一定很有內涵 她能不能冷靜的 先把她的內涵輸出 然後再用一種比較誇張的 表演方式去吸引別人注意 看看她有沒有可能意識到 這個節目 我們想傳遞的是好好說話 如果我們能改變 像這樣的消雜肉 那這個節目就成功了 秦深掌 妳是不是頭髮壞了了吧 蘿莉塔 出了名的會講話呢 嗨 大家好 我是武痛 謝忻乃哥 我是徐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號角相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米亞倫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求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恭喜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十全十美 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歲生日快樂 祝福每一個人 都能演善一道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祝三立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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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周年了 哇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 APP更多的憲哥 就在這裡 以...